我覺得她在那個 床上的時候是大女人 這個也難爆料 是因為你們就很沒用 說得很 對 很會講話 因為就是說 你有做得很好嗎 這是 common sense好不好 你有做得很好嗎 沒有 可是問題就是 我有看到未來 你有做得很好 很好 我說一 男生不敢說二的那種 吵架完 真的 年輕有損錢的時候 真的 可是後來 現在變小女人 後來就變小女人 可是我老公算是一半一半 在外面要給他面子 在家裡就 對 女人對不對 男人是羊 女人是陰 對不對 陰陽能調和 所以家 人家說 家不和就會吵不停 家和那就萬事先 對不對 家和有時候也是吵不停 怎麼會 因為和的話就會有一些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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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 對 超熱烈 人家說大女人 對 這集大家會覺得我來騙通告 但是就是來騙通告 是嗎 沒有 前面這兩個絕對是大女人沒錯 而且艾亞以前是我的愛情導師 我唯一教的最失敗的學生 沒有在這裡 我現在算是 她算大女人嗎 她才以為 要講她是可以坐在這裡 我覺得你們的交情真的很好 所以這件事情還可以有見證者的嗎 那應該也是用那種 小優 我腋下都有 那種雨水之歡 那種男歡女愛 妳怎麼跟在做苦力一樣 是不是 沒有 我是做口碑的 對 人家小優也是四個字 家評如潮 家評如潮 對 可是我覺得大女人 會之所以會當大女人 就是因為你們就很沒用 說得很 對 很會講話 不是 妳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以前當大女人的那個時期 都是因為男生很多事情 無法做決定 然後我是一個超級怕麻煩 跟浪費時間的人 那比如說像馬哥這種 明明是獅子座 明明就應該很會做決定 但是他其實就是嘴會說 但真的要做決定的時候 就茫然 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我是尊重 我就說 沒有 我跟你講 尊重跟茫然我們看得出來 已經在很多網友都在討論說 怎麼了 妳不是獅子座 很多網友這樣討論嗎 有 每次上節目都討論 然後裡面擠過 我看了有留言 還有寫 不可能獅子座 獅子座很少聞眉的 他休息也要講 不要再講他 不要再講他 對啦 誰不愛 對 但是我老公也是獅子座 可是跟馬哥的獅子座不太一樣 就是他是屬於 他不聞眉 對 他沒有望 他眉毛是真的 對 眉毛是真的 然後他就會因為 因為他覺得要尊重我 就是跟 但是他的問 會跟你有點困惚 妳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怎麼了 因為 都在無眉 還在無眉 對 就講中間 聽中間 導播快醒 妳老公是讓出來出來 他是讓給我 因為他覺得 如果他先做決定的話 我會不舒服 比如說開車出去 如果 因為他是可以慢慢開 這個點 然後中間隔20分鐘 再到下一個點 我是效率型的 我就會先研究好路線 這個到這個到這個 中間5分鐘都不要浪費 他就說那妳決定 所以 因為這樣 我就變成大女 翻心妳一下好不好 不要把人家都當廢人一樣 是啊 我們沒有 只有妳 我承認我 他是白的 不要這樣 小心點不要這樣 聽中間德主 不要這樣對 沒有啦 他每次上節目 心裡面很亢奮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 暫時離開那個地方 沒有啦 透透風 你現在是 所有賺的錢都歸老婆 全部歸老婆 全部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給他 或者等我死了給他 都是要給他 之前我有一件女 有一任的女朋友 就是非常的大女人 怎麼樣 他是金融業的 他就認為說 你是有賺錢 為什麼你會負債這麼多 當時他負債 獅子座喜歡打走臉充帽子 喜歡請幹嘛 所以他就說 你從現在開始 你的錢全部給我管 你的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都給他管 他說你一個月 只能花兩萬塊錢 這兩萬塊錢包含了 我們出去吃喝玩樂的 他大女人大到什麼 他就是譬如說 我今天公司有尾牙 我說老婆 那我們要不要尾牙一起參加 他說那是你們的尾牙 關我什麼事情 他是 我們交往兩年四個月 我沒有去過他們家 我也不知道他們家住幾樓 他說你有必要知道這些嗎 我說那你錢什麼 他說你在幹嘛 你在身家調查 我不需要 然後我們去香港玩 我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領一些 換一些港幣還是什麼 他說幹嘛要換港幣 我去那邊領就好啦 我那邊有戶頭 他在那邊是一個 成就非常好的 金融界的算高階租 他說我回來 我再慢慢跟你算 我去的所有吃喝玩樂的錢 全部他出 然後最後再回來再跟我算 他曾經有誇張到 我說那時候 他有一個禮拜 可能會來睡三四天 然後他就說 你的鞋子 我們今天放到室內 他說踩到大便去洗 他將近快一千度的近視 他晚上來的時候踩到狗屎 他就把鞋子放到那邊 我說 我就想說 怎麼會只有放一隻腳 就你去洗什麼 我前面講這麼多 講了實話 他沒有一千多度 對 終於解釋了我問題 來的疑問 終於解釋我的疑問 終於解釋我的疑問 重度性質 我才會了解想問 你的外貌還是你自己敘述 而他才聽到 他就摸的 他摸的 對 對 你的眼睛沒辦法 太悲傷了 你真的 好不好 你這樣說不可以 好難過 結果你就真的幫他吸血了 危險危險 你怎麼面對這些 怎麼有對比 你說跟老婆吵架這個 其實我一開始我也是講理 他說他要做面膜 做面膜這個時候 其實如果你早在十年前做 應該是可以賺點錢 但是你現在做基本上已經太晚了 因為實際上隨便一個開架式的 大概都至少有 50種以上的面膜在你選擇 他說要做那我就說 我本來就說這個萬萬不可 三思 他就說我就是要做 因為他看到他朋友做得很成功 怎麼樣 你就放任他去做 我就說好 我就說好 那你做 他 你不能說他不受教 你怎麼 不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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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用詞 我老婆她 我老婆非常討厭說 她很討厭就說 我說我們開玩笑 我們開玩笑說 你白癡 她說你這什麼意思 白癡什麼意思 我這個眼神就說白癡 不能講 白癡做一下 面子比天大 還有另外就是說 你有做得很好嗎 這是 common sense好不好 你有做得很好嗎 沒有 可是問題就是 我要看到對 你有做得很好 很好 對 太生氣了 你眉毛沒有挑好 沒有 不是 我們講這個後來 後來我就說 我說你封一個面膜 包個一盒面膜 他買紙盒包面膜 我想說好了 沒有關係 你要包裝 很辛苦 對 我說面膜外面已經有 日風膜了 他為了他說 他希望他的客戶 買到面膜是香香的 他買了很多香氛豆 放在那個紙箱 那個紙箱 我覺得香氛豆 是沒有意義的 對 他說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還買了很多 發泡袋 我說你的面膜是紙做的 紙盒子 你面不會破 他還發泡袋包 包得跟好像賣酒一樣 我包一個包裝 頂多20秒 30秒 就好了 我在家裡 我在後面 我在房間睡覺 聽到這樣 我說你今天包幾盒 大概有七八個單 他說沒有就一單 我說一單 你要用多少的膠帶去包 一單包了一個晚上 他把整個紙盒 用整個膠帶封到 跟包炸彈一樣 不能 我懂了 包得像什麼 他自己創一個品牌 那個叫 俄羅斯娃娃的面膜 還有 還有 樂趣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你是 事倍公辦 後來他就說 你不要管我 我要怎麼做 這是我的事情 後來其實賣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也不會這樣 我也不會再去講說 你看吧 當初就不要再講了 可是你剛剛在節目上 對 你是在節目上 沒有 我老婆 我跟我老婆都講過一樣 我就說 老婆這次做完 我們就休息 他說好 我知道 就好了 他以前也是吵架 他還是東西裝了之後 我還說 來 我送你 送你離開 我有跟他講過 我們那時候吵架 我也有講過 憲哥 這時候很狠 不是 就是 我有跟你講 你真的要去 你要走嗎 他說對 我說 天啊 不行 他就說 你不用管我 他就東西 這麼 好狠 我就說我送你 然後他就叫車 叫了車 我也不會再 我也不會目送 好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也有我的脾氣 我們也有脾氣 一個小時多後 他打給我 公公 我說 怎麼樣 幹嘛 怎麼樣 你來接我 我說怎麼了 其實我心裡是軟 你這臭男人 我說怎麼了 他說怎麼了 他說 我說你不要動 哪一家 他說哪裡哪裡 我去接你 唉唷 我覺得奶昕 台中那家還不錯 不會恐怖 介紹給老婆 都是嘴巴換 各讓一步 各讓一步